沙田至中环线项目会将东铁线由红磡站延伸过海 穿越维多利亚港至金钟站 成为香港第四条过海铁路隧道 将东铁线延伸过海 其中一项关键的工作就是进行新轨道接驳工程 将旺角东站以南的现有铁路段 连接至红磡站的新建月台 为了尽量不影响东铁线的日常运作 工程团队已经在夜间进行各项前期工程 不过,每晚收车之后的时间都很紧逼 实际大约只有两个小时可以工作 来近工程会进入关键阶段 正式将冻铁线接驳至新路段 相比以往类似的工程 今次工程涉及多个转向路段 规模亦交大 单靠晚上收车后的时间并不足够 多个工序需要利用日间的时间去完成 工程会先由往红磡方向的路段开始 首先会拆除原有路轨 然后逐步安装和巷接新路轨组件 工程人员会进行精密的测量和调校 确保路轨的位置准确无误 之后会安装度差和其他讯号系统设备 令列车将来经过这个位置 可以转入红磡站新月台 但是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和检测 已经要连续进行超过20个小时 完成这部分的路轨工程之后 下一个需要于日间进行的工序 就是安装超过600米长的架空电纜 并调节架空电纜的走线 工程期后会进行往往国东方向路段的部分 这个路段相对上更为复杂 比起往红磡方向路段有较多转向位 而计距离很近 因此要更小心谨慎进行 在安装了往往国东方向的架空电纜之后 下一个工序就是在架空电纜安装分段绝缘器 以分隔不同的电区 期间需要在大约100个位置进行仔细调校 最后重置回側线部分的路轨和度差 工程就太高完成 以上工序涉及轨旁设备 讯号和电力等多个系统的连接 所以每次做完工程都要反复测试 确保同新路段顺利接驳 同时亦要预留时间检查 和安排列车行走原有路段 确保第二招列车服务如常 为配合工程 由2021年1月至10月 每个月的其中一个周日 来往往国东至红磡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会暂停 乘客到时可以考虑选用铁路替代路线 或者承搭其他交通工具等继续行程 工程团队会尽快完成工程 并以东铁线过海段 2022年通车的目标推进 通车后市民出行就更加方便了 优优独播剧场——详裟